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Joanne 我是丽萍 我们今天来谈谈考试 然后考试局 在马来西亚的考试局分成好多个 分有AB跟Trinity 对 这两大公司呢 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 一个就是英国皇家 一个就是Trinity College 这两大类的公司呢 他们是比较受全球承认的 是吧 据我了解 不是 应该不是全球 它只是属于亚洲人 亚洲人 比较多人去考这两个考局 然后比较多人知道亚洲 也不全球 不是全球 据我了解 不是全球 而且是不是真的都是受卡公认 接受可以接受 我不知道AB 但是我知道的是Trinity 因为我们有学生回来跟我讲 他拿他卡了Trinity之后 去了申请澳洲的某一个大学 那个是十年前的 现在有没有 我不知道 就是十年前的一个大学 他就拿这张Trinity的设计去apply 然后他可以扣分 低分 把分数抵掉 他会来告诉我 大学学分 反而AB RSA的就没有过这样的参考 没有的参考 Trinity是有的参考 这是我们自己学生回来讲的 那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AB 因为比较难考 所以他 是不是 AB 拿着ABISM的certificate的学生 都是比较好的performer 那拿Trinity的 是不是比较第二个档次的 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应该这样子来讲 分享一下 以前 以前我们很多学生啊 他是每一集考 比较难进来了之后就 breed one,breed two,breed three 一直都breed eight 每一集考AB的 每一集就是distinction 但是有一个现象的 每一集有一个现象的 因为AB一年考三首歌 三首歌而已嘛 他要准备到三首歌 考完八集 三八二十四每天都在念歌 当然他还有考其他的 对 但是当浅画表演的时候 很多个 我们遇到的很多个 十个 最少六七个 他会跟我们讲 没有书 我不会看 我不会谈 嗯 没有书 我没有在看书 我谈不出来 因为据我了解的呢 就是 不管是Trinity 还是AB 他们都有考一个环 叫做site reading 是 那这个site reading 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帮助的吗 还是 我不知道很奇怪的 就是说我们面对到的这些 这些人啊 很多包括外面的 包括我们这些一些学生 很多进来的话 我们叫他现场呈现 弹的时候 他没办法弹 哦 没办法的 那尤其是弹一些流行歌曲 他更弹不出来 嗯 他更弹不出来很好玩的 所以基本上啊 像这样的情况 一般上我们 我自己 我们这边 我都会 都会跟家长讲 孩子不需要每一集考 不要去考 嗯 你可以跳着考 但是不是跳着学 不一样啊 跳着考 不是跳着学 你一直学着去 但是不需要每一集考 因为考课很闷 考课是很闷的 然后 然后你可以 为什么 那你学琴的过程 主要不是考试 主要是欣赏 你去多欣赏别人怎么弹 多听别人怎么样演奏 嗯 然后参与很重要 你自己要去表演 去观摩 嗯 这是很关键的 而且每一种不同的品牌的情 你去试谈 嗯 因为很多 我发现很多 很多人 他弹了某一个品牌的情 你这样在弹其他品牌的情 他没办法弹 嗯 因为已经习惯了那个力度 力度 比如说我平常用的情 都是比较轻的 嗯 那我到了表演的时候 他们表演的那些工作人员 安排给我的 是一个比较重的情 我到了现场 我把它弹不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是 而且这种情况呢 出现在考试 哦 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 以前我们用的情比较轻的 嗯 那是30年前的 那时候只有某一个品牌 进来马来西亚 比较轻的 而且是很简单 嗯 然后 因为考试是这样 凡是 你这个AB考试 不管AB或者是Train ED考试 他一进来他通常都会去借钢琴 嗯 看哪一个公司借他钢琴使用 他就用哪一个公司的钢琴 比如说那一年他 他要有整整千人 整千个学生在考 嗯 那可能整千个学生 他就要采取A钢琴的 A钢琴 A公司的钢琴 B公司钢琴 C公司钢琴 那不小心你天天弹A的琴 嗯 比较琴 然后他又接到B的琴 比较重 嗯 那你不小心抽筋抽到 去到B的琴 完蛋 因为我们有学生是这样子考 真的考 考了完蛋 那一年 我问他什么事情 他讲弹不出 因为琴键很重 他没办法弹 嗯 弹不下 所以没有所谓的 市场天天老师在讲 某一个公司的钢琴是 专门给考试局 考试的没有 他只是因为考试 需要去借钢琴 看哪一个公司的钢琴借给他 然后你就是这么 幸运抽到你天天在念的 是你幸运 不幸运的话就是完蛋了 因为你天天在念很轻的 再弹到重的 你就没办法弹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决呢 就是叫那个学生 每天去接触不一样的那种 Touch的情节吗 你可以去尝试 也不禁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你在考虑 考虑在学琴的时候 你在考虑买琴的时候 不要买太轻的 非常轻的琴 因为你考试 可能会碰到重的 嗯 买太重的琴 你考试会碰到很轻的 到时你弹很轻的时候 你那个勾这边 变成什么勾 你的手力控制不到 都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也不是 当然你不可能叫你 你今天去A 你家里买三台琴吗 不一定的 可能你 你不可能 去买三台琴 放在家里的 所以可能的话 尽量去买 比较不那么轻 也不那么重的 在中间 中间的 这很重要 所以你的力度 就可以念得到了 不会念得太重 也不会念得太轻 这是一个关键 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的考试 到我们的考试 那你不需要每一集考 那通常我会建议小朋友 跟家长建议说 你只要考 第一集考一次 Grid 5 AB 是一定 theory要pass 一定要考 然后再考一个 可能在哪一个 Grid 6 或者再考一个 Grid 8 够了 不然小孩子一定做 以前我们的经验是 我的经验是很多学生 学到Grid 5 停了 那时候小朋友已经中学了 我问他 你干嘛不要学 没有这张文凭我拿到的 送给我妈妈 然后他还要 哎呀我学的话 叫他自己来 他讲我叫我妈妈 自己来学 因为太压力了 因为他从Grid 1 考到Grid 5 哎呦 他说你没事最好 Grid 1考到Grid 5 他说接下来 我长大了 我自己有自主权 所以很好玩 那小朋友 不会访开 他到中学的时候 开始翻了 所以基本上 假设你要当钢琴老师 很多老师 很多家长说 我让我的孩子 学钢琴 是为了让他以后 找不到工作 我让他当钢琴老师 抱歉 当钢琴老师 更要有条件 对 如果你是考Grid 5 的话 你最少要有一个ATCL 这个是每一间Center 都会建议的 对 如果是考AB 的话 至少要有一个AB ISM Diploma 是 嗯 所以基本上 一般上是这样子 假设你要 要准备去当钢琴老师的话 你除了音乐要哄哄 考试要搞得很好 你本身的音乐的造诣 各方面造诣要很好 你才能够当很好的老师 然后你本身的态度 态度很重要 对 那个价值观应该很正确 很重要 所以不同 OK 所以基本上今天我们大概是介绍在这 好吗 OK OK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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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